现在要来介绍这一支解卡手表 那来讲一下它最简单的基本的功能 那按右下角它就会有灯光 冷光显示 然后如果要调整时间的话呢 我们就是在现在这个时间的模式 然后长按左上角按钮 然后它数字有开始闪烁 就可以来做时间的调整 那我们可以用左下角这个来切换 像这个是小时 然后再切换到分钟 那如果你要调整数字的话呢 就按右上角这颗按钮去做调整 我们再切换到下一个 这个是月份 再来是日期 然后上面是星期 然后这边是12小时或是24小时制 然后都设定完成之后 我们就按左上角按钮 那这样就完成时间的设定了 那这支手表还可以再调整 设定第二个时区的时间 那我们就用左下角这颗来切换 然后这个上面显示T2 这个就是可以设定第二时区的时间 那这个就是常常会用在比如说你出国的时候 或是你有想知道其他程式的时间就可以用这个功能来做设定 那它设定的方式呢 就跟我们刚刚介绍的设定时间的方式是一样的 就是长按左上角按钮一直到数字闪烁 就可以开始来做设定 那我们讲下一个功能 这个SP就是马表的功能 那我们一样呢 就是按右上角 按下去之后它就会开始计时 那如果要暂停的话就按同一颗 那一样的方式 那它就是可以记录多个数值 那如果说比如说在我们在比赛的时候呢 就可以记录这个学生的时间 那当你要记录第一个通过的人的时间 我们就是在计时的时候 然后按下左上角按钮 那这个就是第一位经过的人的时间 那这个时候它还是继续在计时 那我们可以再按 那这个就是第二位通过的时间 那以此类推 那如果你计时完毕之后 我们就是按右上角这颗按钮 它就会停止计时 然后呢再按左上角它就会归零了 那再来讲下一个L L就是闹铃的功能 那要设定闹铃的话呢 也是一样 我们常按左上角按钮 把数字闪磨就可以来做设定 那也是呢 用右上角这颗来调整需要的数字 然后左下角来切换 像刚刚的是小时 那现在这个是分钟 那下面这个呢是表示这个是我们第一组 就是我们居住地的时间 那它也可以同时设定第二十区的闹铃 那就是用右上角这个来切换 就可以设定第二十区的时间 然后我们都设定完成之后呢 就按左上角按钮 它这样就完成闹铃的设定了 那再来就是闹铃功能呢 它里面有一个整点暴时的功能 那我们就是在这个模式下 然后按右上角 按右上角按钮 那这边呢 其实它会显示一个CH 那就是整点暴时 我们再按一次给大家看 那这边会有一个小铃铛的图示 这个是闹铃 那有亮起的话呢 就表示现在这个闹铃是开启的 我们再按一次 这边出现了CH 就是整点暴时开启 然后再按一次 那这个小铃铛图示不见了 就表示闹铃功能关闭 那以此类推 有显示指示符号的话 就表示改功能开启 那我们再来讲下一个功能 这个TR倒数计时的功能 那如果要设定倒数计时的时间 就是长按左上角按钮 那数字开始闪烁就可以来做设定 然后一样是用左下角切换你要设定的部分 像现在这个是小时 切换到下一个是分钟 那可以用右上角 来设定需要的倒数计时时间 再切换到下一个 这边是秒数的部分 那都设定完了 我们就按左上角按钮 那这样就完成倒数计时的设定 然后按右上角这颗按钮 它就会开始这个倒数计时 然后按 如果你需要中途暂停的话 也是按右上角这颗 那它就会暂停在这个时间 然后如果你要再继续 从这个时间开始倒数 就是再按一次 它就会继续倒数 然后倒数计时的话 在最后10秒 那它就会出现BB声 作为一个提醒的作用 然后当时间完全到的时候 就会有连续的BB声 那我们这个时候按任何一颗按钮 都可以停止这个倒数计时 那今天呢讲解了这一支解卡手表的 基本功能设定方式 那希望以上的教学有帮助到大家 那如果说对手表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告诉我们 那或是有想看其他的商品介绍影片的话 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那也请记得 要帮我们按赞 订阅 然后打开小铃铛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介绍到这边咯 大家拜拜